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基本上给大家讲解完成了 爬虫的代码应该怎么编写 那么这节课我们再补充一点知识点 我们打开上节课的项目 在上节课的项目里面 我们打开package.json这个文件 在整个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ts-node这个工具 帮助我们去简化我们调试开发的成本 也就是使用ts-node 它会帮助我们先去编译crawler.ts 把它变成js文件 然后再帮助我们去执行这个js文件 ts-node可以大大的简化 我们开发过程中的一些调试成本 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现在我们代码写完了 我要把代码拿给别人去用 那么我们不能说 直接把这种原代码拿给别人去用 我们实际上要进行一个编译 把编译过后的代码 拿给别人去使用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我们可以在这里 再增加一个命令 叫做build 这个命令呢 我只要让它运行ts-c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然后我打开我的控制胎 在命令行里面 我去运行npm-run-build回车 大家来看 src的路下 就会多出一个curler.js文件 和一个daleanalyzer.js文件 tsc这个命令 我们之前讲过 它就是tapscript编译ts文件的一个命令 那后面之前我们加了一些文件名 比如说curler.js 那如果你不加 它会去帮你找到你的项目之中的ts文件 然后对这些ts文件统一的进行编译 但是如果这么编译 我觉得目录结构有点不好 应该把编译过后的文件 放到一个叫做build的目录下 这样的话是一个标准的 编译的目录结构 你都放到src目录下就不合适了 那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怎么做呢 先把package的json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tsconfig.json这个文件 当我们去运行build的命令的时候 去编译我们的ts代码的时候 tsc00会去结合tsconfig.json 对代码的编译过程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打开tsconfig.json这个文件 找到里面有一个参数 叫做outdir这个参数 我把它改成build这个目录 意思就是编译的过程 我会把编译生成的文件 都放到build这个目录里面 当我们改了tsconfig.json文件之后 我关闭掉它 然后清一下屏 重新运行npm run build 那再来看 我们这里就会多出一个build的目录 然后呢 corner.js它就会生成 deal analyzer也会生成 这块之前我应该 不小心在这加了一个console.log 我把它先去掉 然后我们重新编译一下 corner.js里面 大家来看那个console.log 就应该没有了 这是最新的编译的代码 那这段代码呢 我们就可以提供给别人去使用了 也就是我们提供给别人去使用的代码 应该是build目录下的代码 而不是src目录下我们的ts代码 为什么呢 因为ts代码其实不能够被直接的运行 而只有这种gs代码在node下 是可以被直接的运行了 不信啊 我们可以试一试 我们来看啊 我们运行node 当前目录下的build下面的corner.js 没问题啊 它能支撑成功 那我清一下评 我重样的去运行node src目录下的corner.ts 大家会发现 它会说 我不能识别ts里面的这些语法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说 我们能不能借助一些其他的工具 实现和tsnode的一样的效果 同时呢 进一步能够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呢 实际上这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把tsnode给它干掉 换一些工具 然后呢 进一步的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首先我把tsnode这个命令 就把它去掉了 然后呢 build的命令 指的是 我对这种ts的文件进行编译 对吧 那其实在开发的过程中 不希望什么呢 我不希望每一次我改变代码 比如说就想在这里 我加了一个console.log 这一点该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之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命令后面 加一个-w参数就行了 -w参数的意思是 当我的ts文件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自动的就会监测到ts文件发生改变 重新的运行tsc这个命令 对我的ts代码进行编译 那我们看啊 当我加了-w这个参数之后 再去运行npm run build 它会一直在这里监控 那我现在啊 看啊 build的目标下 caller.ts里面 这里是 del is a teacher 没问题啊 我现在改一下caller.ts里面的东西 del is not a teacher 保存 然后我们看caller.gs里面 马上它也跟着变成 del is not a teacher 我们改成 lee is not a teacher 那caller.gs马上也会变成 lee is not a teacher 也就是当我的ts文件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会立即的重新进行编译的 这个过程 那开发起来 是不是就会方便很多啊 如果编译完成之后呢 我再自动的帮你去运行一下caller.js 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要想实现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来做啊 我们先停止一下 或者说我们再先关掉它吧 我们在这儿按一个叫做node mount 这样的一个node的工具 npm install node mount d 也就是node monitor 它会监测我们整个项目下 文件的变化 如果文件一变了 它就会感知到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 node mount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我在这儿就可以用node mount了 这里我写一个叫做run node mount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你先不用看这个run啊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命令的名字而已 那node mount我要监控整个项目 文件的变化 只要有变化 我就会重新执行后面的这段语句 后面这段语句呢 我可以用node去运行当前幕下的build下面的curl s.js文件 好保存了 也就是我监控整个项目文件的变化 只要文件变了 我就去运行 good目下的curl.js这个文件 那我试验一下 我清一下评 运行np 然后run run 当然有些奇怪对吧 我们可以改成start 大家会看 它一直会去运行 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停止一下 这是因为 当第一次我们启动的时候 那它会默认的去帮我们执行一次 node 然后buildcurl.js 也就是这段代码会默认的先执行一次 先执行一次呢 它就运行这个curl curl呢 就会生成一个data存到这个data里面 所以curl.js里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 而一旦我像你的东西发生了变化 那我又会怎么样 node1会感知到你 项目中文件的变化 帮你重新的再去运行curl.js 所以就反复这样循环的去运行 就是有问题的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也有像个方法 我们可以打开node1对应的官方网站 那它会告诉我们 node1会有一些配置 允许我们对一些文件的变化进行忽略 这里我可以把node1config这块的代码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哪呢 粘贴到我们的package.json里面 我加到这里就可以了 delay这块我不要 我ignore 哪一个目录下的东西呢 我可以ignore data目录下的东西 也就是 如果你存在这个数据 发生了变化 我是不需要你重新编译的 而只有你src 弄一下的东西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才需要你重新的进行 编译运行的 这块呢 我只要把什么加进去呢 把data加进去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把course.json 先给它删除掉 我们验证一下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否正确 清一下屏 大家来看 首先我去运行npm run start 它只运行一次 也不再去循环了 那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会说 我帮你去运行一次 build下面的crawler.js 所以它会生成一个course.json 里面呢 我可以格式化下代码 它只有一条数据 没问题 那假设啊 我的代码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 我可以去改一下 build的东西下的crawler.js文件啊 这里我改成 li is not a student 保存 然后你会看到 它刚才动了一下 也就是它重新的 去运行了一次 node build下面的crawler.js 为什么会重新运行呢 因为它感知到了 你的目录下 build的目录下 crawler.js文件发生了变化 那它就会重新的 再去运行一下 进crawler.js 怎么能判断它 确实运行了呢 我们可以打开crawler.json 之前我们就有一条数据 现在就有两条数据了 是不是 那这里啊 要给大家一个提示 是什么呢 刚才我去改变的是 这种.js文件 那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去改变这种 .js文件的话 那其实它是 不会去重新的运行的 因为 node mount 它的核心的默认配置 是不会检测 ts文件的变化的 所以你可以去改 node mount的一些配置 让它支持 对ts文件的检测 所以这里呢 我给大家提一嘴 大家跟我学习的时候 也去改一下crawler.js 这样的js文件就行了 讲到这儿呢 可能有些同学呢 会有些梦 你build和start 现在乍一看 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你说 这种编程方式 它要比你之前 用这种ts.no的 还要好呢 我们这样来看 我现在把我的命令行 给关闭掉 清一下屏 然后我把crawler.js 给它删除掉 然后呢 我把build目录 也给它删除掉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理解的难度 降到最低 现在我只有src用录 那我先在这个命令行 里面呢 去输入npm run build 让它先帮助我们 去做一次编译 或者说让它监控 我们的ts文件的变化 只要变化 就帮助我们去 重新编译这个文件 现在当我运行过后呢 build目录已经生成了 接着我们再开一个命令行 在这个命令行里面呢 我们去运行 npm run start 那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检测 只要我的build目录下的gs文件 发生了变化 我就重新去运行一下 crawler.js这个文件 那么这两个命令 组合在一起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一起来看 先打开data下面的crawler.json 我们格数化下 它只有一条数据 接着呢 假设我去改一下我的原代码 比如说在crawler.ts里面 我写一个 然后把console.log给去掉 保存 我们再来看crawler.json 格数化下 是不是就是两条数据了 而且我们再看crawler.js里面 是不是底下的console.log也就没有了 我们呢 再来做一个测试 我在这里啊 再输出一个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随便定一个crawler.name 等于crawler.teachername 同时再看crawler.json 现在 我们翻到左边来 它是不是就有三行了 那说明什么呢 只要我改的代码 它就会自动的编译 然后呢 帮我们去运行一下 编译后的crawler.js文件 那整体它的流程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借助这两个命令 和刚才的效果给大家分析一下 当我去改变crawler.ts的时候 那tsc.w这个指令 会坚定到ts文件发生了变化 于是它就会重新编译我们的ts文件 那生成gs文件 gs文件一生成 load.none就能检测到 我们的gs文件发生了改变 这个时候 它就会帮助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crawler.js文件 然后我们的crawler.json 里面就会多出一条数据 那你看 使用这两个命令行 来执行我们的代码 是不是比之前我们使用ts-node 还有智能 之前我们说 我们怎么去用这个ts-node 是不是我们改了代码 我们还要手动的去执行一下ts-node 而现在我们改了代码 自动的ts-node的所有的逻辑 它就会帮我们去执行 它会自动的帮我们去编译 自动的帮我们去运行 所以它比ts-node 是不是还要往前多走了一步 所以通过今天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讲解了 如何使用ts-w这个模式 以及如何配合node 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再往前 再走一步 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开两个命令行工具 是不是有些麻烦啊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命令行工具 就解决掉刚才的这些问题呢 现在我退出一个命令行工具 这个命令行工具呢 我也退出执行 其实我们是有办法的 我安装另外的一个工具 叫做concurrently npm install concurrently concurrently 顾名思义就是并行执行 所以你可以使用concurrently 并行的执行这两个命令 安装好了之后 大家看我怎么写啊 首先 不管你是ts-w还是nodebound 其实都是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 去写一个dvbuild dvstart 其实只是在前面加了一个dv 意思就是在开发的环境中 我会去编译 编译就使用ts-w进行编译 我会去运行我的代码 那就使用这个nodebound 去运行我的代码 其实改这个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要想运行build的这个命令 只不过需要npm run dv冒号build 我只是改了一个名字而已 但是之所以改成这个名字 是为了后面我们使用concurrently 会方便一些 我们在这里定一个dv 这里我们就写concurrently 当我们运行npm rundv的时候 实际上concurrently会并行的 帮我们去运行一些命令 运行哪些命令呢 我们运行npm rundv冒号build 是不是再去运行 这里可以写一个暗的符是吧 npm rundv号start 大家可以看一下concurrently 对应的官方文档 我记得应该是这么写的 但实际上这么写还是有点长 其实你可以怎么写呢 你看 你可以这么去写 npm你是不是要运行dv下面那些东西 dv下面的build也好 start也好 那么其实它的前队都是dv 那我就可以这么去写 npm冒号dv 其实冒号你可以理解成 它可能是一个run的一个缩写 你可以先这么理解 后面再跟一个星 它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泛匹配 所以你这么写的意思就是 我并行的之前 npm rundv冒号后面 是build也好 是start也好 这两个命令 它会并行的帮我们去运行 保存一下 啊 这块它会提示我们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刚才去安装 concurrent类的时候 package.json发生了变化 而我现在又在同时的去改变 package.json 所以它提示我这块修改不成功 没关系 我复制一下这块的代码 我关闭掉 don't save 然后重新点开package.json 再把这个script 粘贴回来就行了 这块改一下 保存 保存好了之后 我们运行npm rundv回车 它就会在这里面 同时的帮我去运行 tsc-w和nodemount这两个命令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生不生效 我先把cost.json 给它删除掉 现在什么也没有 然后我去改原代码 我在crawler下面 把这块的东西干掉 保存 然后我们来看crawler.js里面 也确实没有东西 而且cost.json 它自动的被运行了一次 那就说明 我用这个concurrently 和我之前分开用两个命令行 去分别执行这两个命令的效果 是一样的 讲到这里呢 这节课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就差不多讲完了 主要给大家讲什么呢 主要给大家就是去讲了 在tapscript编译的过程中 如果你去对一个node项目 进行tapscript的编写 往往里面可能会用到一些 比如说像 -watch这样的模式 像nodebound这样的工具 以及concurrently这样的工具 通过这节课的讲解 我希望大家把这些工具 掌握清楚就可以了 我想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一章的课程里面 天天都在使用 tsconfig.json这个文件 它里面这么多的配置项 到底是什么作用呢 关于这些内容 我们将放在 下节课的知识点里面 去给大家讲解 大家加油